我們來Run起來給各位看一下 它要我們做的類似像這樣 第一個把它執行之後的話 畫面上面各位可以看到 就類似像這樣一個Intent Bundle的範例 那首先的話呢 我們先輸入一些這個成績 輸入完成績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它就會跳到另外一個頁面 特別注意哦 實際上呢 本來那個畫面呢 它還是存在 只是說它躲在後面 它有點像堆疊的作用 它是堆上去 疊上去的 所以你以為它不見 它其實還存在 那個Activity只是在下面而已 那當我按返回的時候呢 其實才是回到前面的 那另外就是說 我要計算的話呢 必須把前面的成績呢 通通帶過來 那我可以計算總分 把它加起來 然後呢 並且把它做什麼 做平均 那最後再給它一個什麼 給它一個評語 那其實這一題哦 跟那個 我們那個證照考試裡面的 第104題 BMI那一題很類似 基本上 觀念都差不多 那我們要怎麼樣完成這一題 第一個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的架構是這樣 首先建立一個 Intent Bundle的一個專案 那個專案裡面的話呢 再別注意哦 我們預設的Layout 一般是一個Main對不對 那你會發現 這個裡面居然是什麼呢 居然是一個Score跟Reout 就是Score是前面的畫面 那Reout是怎麼樣呢 將來要跳過來的畫面 所以會有兩個畫面 那我要怎麼讓它可以跳過來呢 所以要對應到一個 我的Score 是對應到這個Score 就是說呢 這個是一個前端的畫面 後面的程式在這裡 那另外一個Reout 它另外也對應到另外一個程式 所以他們之間是互動的關係 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要能夠切過來的話 必須要透過什麼 Intent 來做動作 那Intent之外呢 還有一個這個Manifest要做設定 所以這一題其實 算是蠻複雜的 OK 那首先我們來 來來完成這一題 第一個我想先把這個名稱 稍微把它Copy一下 我們第一個請各位逐步來完成 不然這個如果跳太快 各位要建立起來還是有點難度 首先請各位要建立一個 名稱叫Intent Bound 2 好了 因為我們已經有一個E在這個 已經有 原來已經有一個了 所以呢 請你先建一個 然後底下的話也是用2.33 OK 那下一步 那下一步之後的話呢 這個圖是我們用預設的好了 我們沒有做那個美工的圖 所以按下一步 下一步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呢 這邊有一個叫ActiveName對不對 這邊有個Layout的Name對不對 請各位把這個名稱改跟書上一樣 所以呢 請各位注意一下 Layout的Name 本來叫ActiveName對不對 請你把它改成這個 叫Scope 那這個ActiveName的話呢 也叫Scope 不過一個是小寫 一個是大寫 OK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把這個名稱把它輸入上去 Scope Scope 那上面的名稱的話叫Scope 它也是大 一個小寫 一個大寫 Scope 然後 OK 那這樣的話產生一樣 接下來的話呢 其他部分不需要 不需要設定 OK 完成 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產生一個intent bundle的一個範例 OK 那不過特別注意 我們有產生一個Scope的畫面 然後呢 另外的話呢 這邊也會幫我產生一個什麼 產生一個Scope.java的檔案 不過你會想說 老師那這個地方 它有result 這邊有result 那我要怎麼產生呢 怎麼做 我們一個逐步逐步來 第一個 首先的話呢 Scope打開來 請各位 把這個畫面 我把它稍微再縮小一點點好了 這地方 把這個畫面 裡面的話呢 我要怎麼佈局 這邊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把它放大一下 裡面的話呢 預設當然也是relative layout 我建議各位怎麼樣 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change layout 把它改成linear layout 按一個確定 好 那裡面的話要佈局哪一些 我們先來看一下完成 這邊打開來 首先畫面上面呢 請各位在這邊加入幾個東西 第一個是 這邊有一個叫國文 你用一個什麼 TestView 然後這邊都是Test 前面三個都是TestView 那名稱的話不用更改 再加上一個什麼 加上一個這個ADTest 那不過特別注意 你加入ADTest的時候呢 請各位加入的時候 請你加入這個在TestFills裡面 那因為呢 我這個地方 只能夠讓它輸入的是整數好了 成績的話只輸入整數 所以呢 你在拖拉選擇的TestFills裡面呢 請各位選擇哪一個呢 這邊底下 請你選這一個 它這邊有一個number對不對 請你把它拖拉過來 OK 那有三個 那最後的話呢 加上一個確定 但是呢 如果說你今天要把這個地方呢 改成橫向的話 比如說呢 我這邊要改橫向 國文 拖拉過來的話 要能夠怎麼樣呢 先把它放大一下 國文 這個先把它刪除 Delete掉 OK 那第一個我先放一個國文 放過來 那不過你第二個要放一個什麼呢 放一個TestFills 裡面的話 可以輸入number的話 你會發現要拖拉過來 會產生問題 放不過來對不對 所以有幾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我前面有講過 如果如果你要橫向兩邊都有的話 你在加這兩個之前 先做什麼 我習慣是用Linear的Horn Rental 那你可以在這邊先拖拉出一個 Linear對不對 然後呢 再把這個地方加入一個TestView 上面把它打上國文 再來的話呢 TestFills把它加上number 放在後面 那特別是你可以放在畫面上面 或者拖拉到這個概要裡面的 這個Linear放開 那你會發現這個地方就有個格子 那你可以調大調小都沒問題 可以把它稍微縮小一點 那大小的話 大概給個大概150左右 大概150 那底下的話呢也是一樣 所以你這邊Linear的部分 也是再加上一個Horn Rental 那這邊可以放在這上面好了 我習慣是放在鈣藥裡面 就多一個 不過其實教科一招了更快的 因為底下三個 國文、英文、數學 其實都一樣 所以你可以怎麼做呢 把這個Linear怎麼樣呢 按住 然後呢 滑鼠的左鍵再按Ctrl鍵 按住Ctrl鍵 拖拉到上面 放開 多拉 多出一個 有沒有 再按住不要放 再放開 又多出一個 所以你只要先做出一個之後 有沒有 再來調整就好了 OK 這個也是一招了 就是說如果你底下的東西都一樣的話 那你就怎麼樣呢 用拖拉的方法 然後再來調整 那旁邊還有一個Button 那你就直接在Fone Widget裡面 再加一個Button進來 放的話 我建議是放在鈣藥裡面 放開 它會比較聽你的話 OK 所以這裡的話我想你們先把那個畫面 你介面的部分呢 先做出來 那相關的名稱的話 等一下我再把畫面做出來 我可以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之後的話 這個畫面上面 我就把它取一個比較簡單的名稱好了 那這個 ET01好了 02 03 就123好了 那底下的話有B01 那最後記得把它怎樣 做一個Safe 把它全部儲存 那就完成了我們第一個畫面 可是第一個畫面完成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做第二個畫面 第二個畫面各位可以參考六支十一頁 六支十一頁這邊 圖六支十 六支十的部分呢 那各位可以看到 目前我們這個圖呢 沒有還沒有產生 所以呢 比如說我這個intended bundle的專案 我如果說要增加第二個view 第二個畫面 傳過去的話 那我就在layout上方按右鍵 這邊有個新鍵有沒有 找到什麼呢 android.xml file 點下去就好了 實際上呢 我們就可以產生一個新的view 那我們預設的這個路程的這個 路程的這個版型 我們就用那個這個linear layout好了 預設的話就linear layout 那我看一下linear layout 最好是用那個 它這個是橫向的有沒有 前面有個圖示嘛 那所以我往下看有沒有 有沒有那個 縱向的linear layout 如果沒有的話 等一下要再把它調回縱向的 OK 我們用這個 先用這個來 等一下再來改好了 那名稱的話呢 我們給它就是叫做reout 這個名稱的話呢 不過是記得要小寫的 OK 然後直接按一個完成就好了 完成 完成 完成之後呢 它就會給我們新的view 那上面的話都是空的 那也是一個linear layout 這個應該已經是重向 所以不用調整 OK 那裡面的話要佈局哪一些東西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六支十一頁中間這邊 上面要三個textview 所以呢三個 一個 然後稍微把它拖拉寬一點好了 OK 然後呢一個兩個 也是把它再把它拉寬 OK 然後再來三個 也就是要顯示三個訊息 那如果太小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放大鏡 再來的話 一個返回 所以一個button 放到這邊 OK 那上面的話 接下來就把它改一下名稱 按右鍵 因為將來呢我要在上面 去存取 所以要把那個最後結果寫入 寫入到這邊 所以這邊的話呢 給它叫T01好了 我們給它一個簡單的名稱 書上給一個名稱 你也可以照書上的名稱來改 也可以 T01,01,02,03 OK T03 然後呢底下的話呢 給它一個名稱叫B02 換一個名稱 第一頁的地方 那裡面的訊息預設值 你可以把它delete掉 這邊clear 那預設是沒有訊息的 所以你可以按右鍵 ADtest 把它clear 掉 OK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畫面的設置 這邊的話呢 ADtest 把它clear掉 OK 那這邊的話呢 按右鍵 這邊給它一個叫返回 這邊給它一個叫返回 OK 然後按一個確定 好 這樣的畫面呢 就完成了 大小大概自己再調一下 OK 把它save一下 那我們就完成了第二個view OK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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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